马思纯霍建华大约在冬季 撕开了齐琴和王祖贤那段15年的虐恋 饶雪曼说这个故事没有原形 玉姑娘倒认为有 原形就是齐琴和王祖贤 这首大约在冬季就是齐琴写给王祖贤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部电影 我也不会了解到齐琴和王祖贤的故事 一个音乐浪子 一个冰山美人 是天作之和 当时是齐琴去迎接的王祖贤 他带了一束花 结果王祖贤说自己最不喜欢花 一开始王祖贤和齐琴的恋情并不被看好 因为年少时的齐琴并不是一个乖孩子 他进过少年感化院 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靠谱的男人 在认识王祖贤之前 齐琴还有过一个女朋友叫方美方 两人没有交往多久就分开了 齐琴和王祖贤那段感情终究成了历史 齐琴步入了婚姻生活 王祖贤至今未婚 15年后 齐琴和王祖贤的虐恋被搬上荧幕 揭露了爱情最残酷的一幕 两个人想要有一个好结局 爱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礼物